欢迎两位 资料上面说您是离异的是吧 对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应该不小了 我儿子20多了 您跟他交往是一年多 对 怎么想的呀 当时看上他什么了呀 我就感觉他那个人吧 刚开始小了确实挺好的 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嘛 就跟以前就不一样 骗我 他在哪些地方骗了您呢 在我俩出的时候 他说要给我买个房子 过了一段时间 我感觉他根本没有能力 给我买房子 那您跟他相处 也不是为了涂房子对不对 我不是说为了涂房子 因为你说的话必须得 得兑现 对呀 你不能说你出了 反而不是我要求你买房子 是你说要买房子的 我也不是骗他 我看中了他的人 我想挽留他 只能这样说了一句 谎言 你要挽留他呀 他跟你提出过条件 说没房子不交往吗 没说 但是我也想的话 你这样说的话 他心里会高兴一点 哦 你是为了讨好他 对 除了房子问题 没说实话 还有什么问题 后来他又告诉我了 他说什么 要我生孩子 反正我不能跟你生孩子 因为我的岁数比较大了 要个孩子 从生孩子到长大 你得多些话交 他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对啊 你也不能再说我也不可能跟你生孩子 那个一开始交往的时候他跟您说过 他交往的时候他说了 我说我不能跟你生孩子 他也答应我了 答应我后来他又变卦了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都是为了幸福一点 开心一点 回家的时候呢 就我的家人 他几十岁了 看到一个孙子 他多高兴 所以呢 我后来就改变了一下 我就想劝劝他 去年过年的时候 回去的时候 他过年要求我到他家过年去 长沙这边 我也没过过年 也不知道有多有意思啊 我去过去 我就到他家去了 到他家吧 没有两天呢 这家 他家来好多人了 就是那意思啥的 你必须得给母生孩子 因为我们没结婚 你是二婚 感觉他家人好像在 批的会批的我的感觉 我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第二天呢 我就回长沙了 家族的人给你压力很大 是不是 对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自己有个孩子 两个人也那么大 都说自己老了 年纪大了 也有个照应 有了小孩了 还是比小比 没小孩也好多了 我这么问您啊 人家就不打算要孩子了 您还想也跟人继续交往吗 想 因为毕竟我们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还有一点感情嘛 再说你这一次再次骗我 头年前吧 我就是手机不好用了 我就给那个他打电话 我说你给我买个手机呗 不用太贵的 一千多块钱就行了 他突然是打人可好了 到现在我的手机也没给我买了 后来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手机 也没说到我没给你买手机 那个老婆我把钱给你 我补偿一下了也行啊 这话也不会说 我就感觉特别 老刘为什么呀 感觉哪次都在骗我 那时候我在外面 给别人做工嘛 但工资还没给 没给钱给我了 我就不方便了 我就没给他买 一次次总说这么说 好像我是骗他前着 你说一个手机 我能骗你什么啊呢 那我刚开始外面说 就是你大富大贵我跟你的 是是是 我就是要看你这人 挺诚实 挺好的 挺老实 因为我是二婚 不想找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您说了三件事 我把它归结在一起 只有一个字 叫钱 房子是需要经济基础的 孩子是需要经济基础的 对啊 手机虽然这件事少 少 对啊 但是你轻过我了 对吧 对啊 他就是把钱当 就是拿得太重要了 所以我想问问老刘 说实话今天啊 有那条件吗 条件不是很好 买个手机能买得起不 能买得起 买个房子能买得起不 那买不起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这个47岁一直没结婚 是什么原因啊 那时候我的爸爸跟我妈妈 他们就生了我们八个姊妹 家里条件的话 银行几啊 我是第五个了 条件也不是很好 我爸爸过生的时候 那年是只有五十四岁 我那还在十岁 所以我想以前的时候 那时候是很苦的 是妈妈一个人后来 把你们拉折大的是吧 我妈妈 所以把这个时间 就投到现在了 没有结婚 是不是跟家里的经济条件 有很大的关系 对 他的家庭情况你也了解吧 基本上反正也了解 要为啥那么理解他呀 他对你好吗 他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年前 给我爸还打个电话呢 就问候我爸 给我爸打了点钱 那意思咋的 就是让我爸就是咋的 这过年了 买点什么了 买点吃的 玩牌啥的 就是潇洒的 就是那意思叫 拿钱当给他零花钱玩玩 就是做事比较周到 对你好 对我也挺好啊 生活里还挺体贴你的 对 你就是 他唯一的就是骗我 我就说接受不了 好